马桶底部漏水你们遇到过吗 哇 你们应该好脏 这是胶什么的 不是 看看多脏 马桶底部漏水就是没有安装好 我们今天要给它重新安装一下 不过先要给这个大号 给它清理干净 用客户家的马桶刷 仔细的用水冲洗刷干净 地面刷干净以后 然后给马桶给它翻过来 哎呦 你们看看 这家的马桶底部有两个孔 两个孔都没有堵 安装的师傅也太不负责任了 正常的这个马桶两个孔 有一个孔应该是给它堵起来的 两个孔 一个孔都没堵 接着这样装上去 你看肯定都大变 安装师傅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不过也要给这个马桶冲洗一下 太脏了 你看还有槽子挂在上面 我们认真的给马桶稍微冲洗干净 等一下冲洗好了 再给纸巾给水分给它擦干净 我现在用强指刀给原来旧的胶 给它剃干净 剃干净以后方便等一下安装 这时候固定的时候方便打胶 胶清理好后 然后我们给马桶浮起来 给它放在一边 顺便也给水给它倒一下 下一步我们给这个地面的胶 也给它用强指刀给它铲掉 再用水给它冲干净 地面冲干净以后 然后用客户家的拖板 给地面的水分和垃圾也脱干净 因为马桶固定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地面干燥 才会连接牢固 现在用餐巾纸给准备堵塞的排污口 给它水分擦干净 水分擦干净 等一下用胶或者用一个盖子 给不要的孔给它堵起来 给一圈都打好 然后装上一个保护膜 再给胶打上 下一步我们再用装法兰圈的包装膜 给孔扣起来 就可以了 这样保护的就非常好 在这里呢 这里还好多呢 等它彻底干透是吧 对 然后它就冲净 这要多久才能干 明天啦 你尽量时间长一点就好 也不及会用 对了 好 排污口堵好了以后 然后我们再次给地面水分给它脱干净 地面脱干净以后 然后我们给准备安装的法兰 给它包装纸 给它撕掉 撕掉以后 笔划一下 嗯 很好 然后我们给法兰放在一边 现在给马桶扶正 因为马桶底部 刚刚的水都已经擦干净了 给马桶扶正 扶正以后 用手给马桶 给它拖到 准备安装的位置 轻轻的 要小心啊 别给马桶整碎了啊 整碎了还陪马桶 这样弯腰用头看一下 排污口上下有没有对齐 对齐以后 确定对齐以后 然后我们给这个法兰圈啊 按上去 前面视频都有讲过 也展示过 就不细讲了 上下孔对好后 然后给马桶放平 就可以了啊 如果马桶有晃动的时候 如果不平 可以找个东西垫一下 垫的不晃动 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马桶和地面 周边水分擦干净 还有后面 因为打玻璃胶不能有水 确保地面干燥和马桶 接合处没有水分就可以 然后我们就可以 给玻璃胶打上 我用的一般都是 透明防霉玻璃胶 我习惯性 装马桶都用透明的玻璃胶 有可能 我怕白的玻璃胶打不好 比较难看 因为透明的玻璃胶打得不好看 客户也看不到 现在给玻璃胶一圈都打好 打好以后 然后我们还是老方法 给玻璃胶的屁股捏扁 然后给多余的胶铲掉 铲掉的胶用手指搂一下 然后给后面玻璃胶打不到的地方 用手指给它抹平地面和马桶结合处 用胶粘脑就行 检查一下有没有哪里的胶没打好 底部胶打好以后 现在就给马桶的水箱盖 给它放回去 马桶现在就不是水了 因为刚刚打过玻璃胶 因为等24小时胶干了 再可以使用 最后我们给客户家的垃圾 给它用拓把收拾一下 给它少到一块堆起来 然后我们再去找客户家的 这个叫什么波机 叫什么车波 给垃圾扫到 一起给它倒到客户家的垃圾桶里 就行了啊 好嘞 卫生搞好以后 然后这个就是装好马桶的样子 你们看看这个活干的怎么样 如果油哪里做的不好的 感谢大家多多指点 谢谢 谢谢